这个我们要换电子管的话 一般提供下就是从这个位置 把这个后盖打开 打开就可以换了 这个手单手操作 然后这个电子管取下来 然后再取另外一个电子管 把这个上面这个帽先拔掉 这两个电子管 我们就可以重新安装了 这个电子管呢 安装的时候 我们要检查一下 这地方有没有脏污 还有这地方有没有这猪汗剂之类的 有的话给它清洁一下 找这个布啊 或者是酒精清洁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 它接触会更好一点 现在我们的这个电子管做的 目前来说是这种 这种扣的 这边扣的 中间有这个弹片 我们插上去之后呢 插上去之后 我们要把它 旋转一下 旋转个角度 然后把它这样子挂上 然后这个里边这个帽呢 我们把它给扣上 这个地方要扣好 然后 它第二个电子管也是一样的 这边有个 电子管这边有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啊 柱子 我们是对着这个管做这个桃 扣上去之后 我们这样一旋 可以了 然后把它给它装上 这样的话就是把它盖子改好就可以了 电子管就更换完成 这边再介绍一下这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安装的时候 有的发现这个电子管这两边有两个管帽 它干装的 有的有的这个可能是呃 医院自己安装的 他们把这两个位置给弄反了 啊一个往这边放 啊一个往这边放 啊也能按上 但是呢 它两个线的交叉了 这样的话就会容易导致我们的机器工作异常 或者说烧坏这个电子管 或者说把我们的那个保险管给烧坏了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就是这样的电子管